大家好,我是索菲亚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分享一道很美味的越南炸肉和粉 食材有越南炸肉 新鲜的和粉 还有绿豆芽 首先先把这个和粉切成一条一条的 现在我开始处理它 因为我是前一天买回来的 所以放在冰箱它就会冻得有点硬 如果是完全新鲜的当场买回来的 就更容易处理一些 现在把它就切了 以后给它分开来分成一条一条的 我们先把它切开 再把它切开 这样就切开 然后再切开 如果是煮到一条小时 但是我今天要切开 它就切开 但是它就切开 有点麻将要切开 它就切开 因为它买回来它是给它一张以后叠起来的 所以现在把它分开来这样子吃起来就好吃很多 这个和粉它就不会粘在一起 这样子呢吃起来就不好吃 和粉已经切好放入盘中 下面我就开始处理这个越南炸肉 它一般会放在这个冷冻时 所以要如果吃的时候呢 就提前把它放到冷藏时 这样它就可以解冻了 不然它会冻得很硬就比较难切 它是已经煮熟了的 你可以这样就吃 但是一般我为了卫生干净 我等一会呢会把它蒸一下 再吃 也可以放在微波炉 两三分钟去加热一下 把外面的包装纸 还有这个是香蕉叶 给它去掉 然后一切两半 再给它切片 再给它切片 越南炸肉也已经切好了 放在旁边备用 再切一些姜葱蒜 我用了两半的蒜 还有一块姜葱 还有一块姜葱 还有几条葱 姜蒜去皮 然后把它们切碎 点几根 可以切碎 就要 деле 我要倒就在个 ng毛 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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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切好的姜葱蒜蓉装入一个碗中备用 取出另外一个空盘子 把切好的盒粉先摆入盘中 我是把一包盒粉分成两份 分别装入两个盘中 然后在盒粉的上面加入洗干净的绿豆芽 把蒸锅加入水放到炉头上去煮开 水开后打开锅盖 放入刚才摆放好的新鲜盒粉和芽菜的盘子 进到蒸锅里 大约蒸10分钟左右 现在开始准备酱料 我有用到橄榄油 老抽 生抽 还有鱼露 另外就是还用到苹果醋泡的辣椒 还有刚刚切好的姜葱蒜蓉 锅加热后 先加入两大勺的橄榄油 先加入两大勺的橄榄油 再加入适量的老抽 在锅中加入苹果醋和泡好的辣椒 在锅中加入苹果醋和泡好的辣椒 加入两大勺的生抽 加入两大勺的生抽 一大勺的鱼露 再加入一些清水 煮开后就可以关火了 把这个蘸料倒入一个容器中 蒸锅时间到打开盖子 放入越南炸肉 让在锅中加入了它的温柱 入口中加入二大勺的小棉石 使用到锅中加入紧封面 全部摆放好以后盖上锅盖 蒸两分钟就好了 两分钟时间到 把蒸好的食材从锅中取出 新鲜河粉、芽菜、越南炸肉就蒸好了 最后淋上美味的酱料 这样一道美味的越南炸肉 新鲜河粉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